大家好我是小林每天给大家最新神火爆好玩的中国经济的坏消息 小伙伴们注意了 这个大的呀真的是要来了啊 这个细胞执政文艺的上中已经敲响啊 最新消息啊来自这个美国啊不得了了 就在昨天晚啊 美国通过重要法案把中国彻底拉清单 中国完蛋干得漂亮啊 干得漂亮啊 美国啊具体什么法案 等一下告诉大家 而且这只是刚刚开始啊 就在这一周啊 所以中国这些中概股 还有这个这些中国公司将会迎来乌雷哼顶啊 将会迎来历史上最灰暗的 最崩盘的一周啊 这个称之为中国崩盘周 哎 这个美国将通过一系列集中通过啊 集中拉清单啊 反对的有没有啊 没有没有没有啊 通过哎 这个集中干掉啊 集中干掉啊 什么情况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啊 我们一起来瞧瞧看看分析分想想详细看看这个内容啊 另外一头这个包子真的是睡不着觉了啊 晚上他爸都要找他了啊啊 就是什么 没想到啊 就说俄爹那边俄爹那边出状况了 克里米亚大桥出事故 就是什么没人动他自行自行垮擦 他自行扭曲哎呀 这这这那这个露馅了啊 豆腐章工程哎呀 我这个你看中国这些基建果然不靠谱啊 所以我们都都来看看啊 所以这个这天命不可为啊啊 这个克里米亚大桥自行扭曲啊 这个最新消息啊 我们也是来看看 那另外一头呢 还有一个就中国啊 中国自己造的飞机啊 中国飞机啊 中国飞机也是也是炸了 也是炸了出大事故啊 所以几个几个情况啊 当然那个你说中国的飞机 为什么会炸 那个当然那个都是通用减料 都是都是没钱呗啊 说一千到一万啊 所以还有一些最新的经济数据 我们会结合起来分析啊 具体的等一下告诉大家啊 所以我们啊来详细看看啊 详细看看这些新闻啊 然后看看这个这个包子真的不行了啊 先说说美国这边啊 来传来喜讯啊 全来令人振奋的消息啊 就昨天晚上美国众议院当地时间9月9号宣布啊 以306票哎 对81票通过了HR833号法案 即生物安全法案哎 该法案以国家安全啊 国家安全啊 为为中心啊 为重啊 保护了美国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啊 所以将会限制美国联邦机构和外国生物技术公司展开又往来 就得到什么两党一致同意哎 两党一致同意啊 所以中国搞的一些都是都是他自己觉得他自己好像干了一些事情 而且其实以席包子他的这个那个水平 他能让那个寻他根本想出来的东西就就就就是没用的啊 就是没用的啊 什么什么以为的搞在趁美国大选搞乱美国这些都都不会成功 我们将会看到什么两党在一个良性竞争啊 在在一个这个优秀的民主制度一个辩论里面找到找到更好的对付中国的办法啊 这这是这才是真正的最后的情况 中国搞的那些都不会有任何效果啊 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这个限制啊 你看这个不断的两党天天的我们看上去好像两两党互相似 他好像哇很很很那个对立啊 好像很很很吵架啊 不是啊 这些都是什么 这些都是要真正了解的美国是吧 这是这是美国几百年都这样 美国几百年那个两两党都会这样 就是说你看这就得出最优解 哎得出最优解啊 你里面啊 将今天啊 啊所以一下子中国点名五家中国公司啊 当然他不会只不只针对中国这个他得到一个一个这个制度性的解决啊 以后你甭管是什么俄罗斯也好 什么伊朗也好啊 全部拉清单啊 但是现在当当前就是什么当前就是中国啊这个巨头啊这个耀明康德今天当以前这巨头啊啊已经跌了90%了啊 已经在美国只要看刚还没通过呢 刚开始就对他进行调查 你看今天是正式通过这个生活安全法案 中国的时候他已经跌了90%了 所以这是因为背后的你包括啊那些资金啊就国内国外的一些资金啊就国外华尔街的一些资金啊 我你人那个在在查呢那他也早都跑了啊 所以包括中国国内的以前的一些一些这个甚至是什么什么江江江市家族啊什么人家都跑光了啊 所以没有所谓啊所以很多小粉红五毛他是什么他是那个那个以前那个成语叫做什么克州求建哎就是什么就他是静态看问题啊 中国跟什么啊谁是好哥们呢 中国跟朝鲜是好哥们这些都属于什么静态看问题 那国际形势是什么变换的吧 变换那么今天是好哥们明天不一额跌一脚吧 把中国踹踹下这你你说这个人家这个你中国不跳船人家伊朗跳船了人家人家俄罗斯自己的跳船了是吧 说不定有俄罗斯明天俄罗斯的军队啊俄罗斯的四年啊 就直接把这个普丁丁干掉是不是啊 以前都这样啊 斯大林就是就是被被苏联啊自己里面里面干掉的啊 所以就是所以什么就一种也是不好说呢 这个东西是吧 以前斯大林就怎么被干掉的是不是啊 啊所以这个啊今天反正这个耀明康德啊 这个耀明生物啊 华大基因啊 华大基因集团关联公司华大制造 还有华大基因子公司啊 一全全部搞定全部搞定 以后不给他最终美国做生意 他可能收集美国颜色生物信息啊等等等等 那美国走出这一步你说其他国家就会的啊 那都是民主国家都是优秀国家 你看美美国现在我中国收集我们信息啊或者什么 其他国家你美国都做了 我们德国为什么不做啊 我们英国为什么不做啊 我们加拿大 加拿大的公务员 加拿大的议员有没有负责任工作啊 有没有好好工作啊 是不是啊 哎嘿嘿 是不是啊 哎所以就人家就给压力了 是不是啊 人家都都天天游行示威 人家都有言论自由不像中国 所以这些东西在文明国家全部全部会搞定 那搞定他就没有生意可做了 人家不跟他做啊 不跟他做啊 所以这个耀明康德也是这个灰溜溜 今天那个暴跌嘛 一开盘暴跌 马上跳出来啊 强烈欠责啊 坚决反对啊 这些有没有要没有任何作用啊 他一个声称啊 一个天天说我们没有威胁美国啊 你有没有威胁美国 美国这个那几个 美国人啊 去去中国啊 这个参参观一下 你看被出征啊 被被被中国的啊 这个野生张献中干掉 是吧 那个日本 日本好好的去中国做生意 你看那个拇指拇指 就是做个笑巴 被被干 是不是啊 那这些实时机机都在发生了 中国没有给出任何解决方案吗 你还有两个 你现在又还有两个日本客户 在中国圆明园参观 你结果你你中国就搞得很不愉快 这些事情中国没有给出任何解决 没有保护 你说今天还愿意去中国 那都是跟中国很友好的了 但你说他经历这些事情的之后 他还能友好吗 他肯定就没有办法友好了 是不是啊 所以这这这些东西就 他自己搞不定 搞不定啊 他又想煽动民粹 煽动民粹 他又hold的不住啊 这个这所谓收放自如 他做不到啊 做不到啊 所以现在现在是这个跳出来说中国企业 包括中国政府也没有任何的信服力啊 你就不要不要说对美国啊议会了 那就是对中国国内的老百姓都进入塔西坨陷阱 随信他说的 你说没有构成案风险随信啊 是不是啊 你你中国你天天你在干嘛呀 是吧 你没有任何透明性啊 所以这这单个就就首先导致中国这些中概股崩盘 而且啊 这个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国会啊 就进入这个叫做中国州啊 我称之为中国崩盘州啊 就是这个众议院啊 本周将会表决多项跟中国相关的法案 这个生物安全法案啊 那只是刚刚开始啊 将会通过一系列 包括香港啊 包括中国无人机大疆无人机直接把他来啊 这这可能这东西不可能啊 不可能让他在美国用啊 所以这个大疆无人机90%的收入都来源于欧美国家 因为中国老百姓他消费能力就很有限啊 你想这个拿来拍拍点录像啊 这些东西很少用啊 而且中国县本本身他自己也很限制 所以啊 这个这个大疆无人机 他90%的收入来源于海外啊 这个主要的海外一些一些 这个年轻人会玩呢 中产阶级啊 他才会去消费这种东西 你们中国老公的广大的十几亿 一个不要不要的穷的不要不要的老百姓 饭吃饭都成问题啊 中国有6亿人收入只有一千块啊 有10亿人收入只有两千块左右 那你说他消费啥无人机开玩笑吗 啊这个啊 在这中 你说大疆无人机能能能能够保证安全吗 他肯定保证不了 啊 因为中国共产党他细胞子什么都管吗 你说这 肯定是不安全的 大家无人机肯定不安全啊 这是必然注定的东西啊 包括中国的电动汽车也好 肯定不安全啊 没人可以保证他的安全 所以最后这些肯定会通过啊 所以包括中国电动汽车台 台湾议题香港议题等等等等啊 最后我最后全全部都会跟经济有关 为什么 大家不会以为这这只是政治 你比如生物安全法案 中国以前很多的跟这些订单都来源于海外 那现在现在他百分之七八十的收入就没有了 啊无人机也是啊电动车 他现在就想赚点外汇 他在墙内做一大堆是没用的 他必须赚外国人的钱 他才是真赚钱 那在中国强烈的自己补贴刷一大堆 就像那个奶茶店天天找人排队一样的 你说有用吗 没用的啊 亏钱赚要喝啊 所以他那些量是没用 大家就很科学严谨的看待他那些所谓数据啊 这个比亚迪卖了很多 他在日本那个 一个一个一年卖一千辆 这还还如果把那些什么大使馆 用车啊自己自己刷量的这这些刨去以外就真没几辆 有一些他是所谓一千辆啊 他是总公司放到日本的仓库还有展厅里面 他就叫做卖到日本 实际上他有没有真正到达日本的消费者 还要刨去中国的那些 黄金国企自己走量的真正有多少卖给了日本民间 那估计相当少 相当少啊 所以那那所谓一千辆也就多半是从中国总公司 那就拉到日本的仓库里面就叫做卖到日本去了 因为因为他也是做了一个关联交易嘛 从中国卖到日本 日本在设一个公司 从中国卖到日本 他就叫做卖到日本去了 这个才一千啊 他自己随便他刷 随便他开挂 他就开开出一千辆 你说这个没有多少 但在这些东西严格限制之后 都会打击中国的经济 你包括香港 香港这些什么金融中心全部拉黑 所以香港是很麻烦的 香港很麻烦的 香港是这些什么中间人地位啊 全部都完蛋 之前我们看到包括新疆维吾尔问题 新疆维吾尔问题最后就导致什么 中国纺织业的崩盘 还有新疆大量 以前还还算在国际上有点名堂 什么新疆红枣啊 这这些现代也不行了 是吧 什么新疆水果新疆番茄 以前是有点有点名气的 在国际上也 那那个的现在也是越搞越差了 科技又很活泉出来了 是吧 现在你要什么新疆枸杞 人家都不敢吃 是吧 所以这个哎呀 看到都不敢要啊 所以虽然说他出口的那些 都更加严格受到检测 大家大家这个能 人家的可能能不吃就不吃了 是吧 所以这将会对中国经济 产生深远的打击的效应 中国州啊 而且包括这个不是辩论吗 啊那个总统辩论也好 什么都好 他将会你看那个 他在这个讨论里面 他会形成一个叫做什么 竞争性抗中 竞争性灭共 最后的结果不不是呢 那个啊 中国出来挑拨了一件搞乱 美国绝对不是 最后的结果 我就可以看到啊 这个这个川普 偶尔就放放一炮啊 你这对中国加上百分之一百的关税啊 你看中国感恩啊 就不用美元 我能干他啊 然后然后这个就就互相给予压力 你看这个做的 我给你一个意见 他给你一个意见 他就要你为什么不强硬点 这个最后的结果啊 最后的结果都是干掉中国啊 所以就中国的都懵了 你以为这个很挑拨利剑 那个两两党竞争 两党竞争越激烈 最后对中国越强硬 哎 你看到啊 所以这个这才是最后的真实情况啊 然后另外一头什么 另外一头就这个 这个克里米亚 哎 你没想到克里米亚可能也啊 这个听说啊 听说这个克里米亚大桥很多 也是中国有份代工的啊 这个克里米亚大桥啊 因为多次受到袭击啊 我们来看看 所以这个这这一头是经济的沉重打击啊 另外一头这个额跌这边 你你看天翼啊 也出状况了啊 这个多次袭击造成严重损坏了 这几天突然间出现严重状况啊 这个打台风打海南 他也打到克里米亚去了 是吧 哎 所以这个克里米亚大桥啊 之前是被乌克兰乌军炸两回啊 拆除违建啊 拆拆除违章建筑克里米亚大桥啊 一回是趁这个满载一个燃肉的列车经过 你看精准打击 你看这个就之前就已经可以精准打击了 这这这 是吧 然后这个直接就把它烧了 然后一回是炸弹的炸啊 所以此后克里米亚大桥的运力啊 剩下四分之一不到啊 四分之一不到 一直以来 它不能正常使用啊 这个 哲联斯基团队听说啊 也在制定这个计划啊 有有消息称啊 未来几个月或者连底之类是彻底摧毁克里米亚大桥啊 彻底把它啊 唯一唯章建筑拆掉啊 诡异的事就在前几天啊 你没想到 这克里米亚大桥铁路桥啊 开始自行扭曲啊 结构正在啊 急剧的恶化 你看结构突然间出现恶化 就是之前可能没没啊 由于自然条件嘛 别人要个风吹雨打天天放在的啊 结构 这个出现这个退化现象 退化现象啊 部分桥面开始倾斜啊 所以经过多次大大小小打击 有时候有一些游击队 哎 大家不知道 因为啊 俄罗斯里面有俄罗斯自由军团啊等等 有一他也有反贼组织吧 俄罗斯的反贼组织比中国强多了 俄罗斯人家都是直接啊 直接这个军事化开干啊 所以啊 有时候对这个的一些设施啊 还有什么也是进行打击啊 有一些是什么啊 有一些比如俄罗斯经常他自己乱起来嘛 有一个这个什么监狱这不啊 这个突然乱起来啊 这整天都是这种事情嘛 他也不得民心嘛 现在这这座桥就自行扭曲啊 部分垮塌啊 不管这实际这个程度去到什么程度 至少表明啊 这座桥现在受损严重啊 啊这个已经没有办法在啊很难啊 这个或者说这个理论上已经不适合用于接纳大批量的啊 军火等物资的运输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啊 蓝蓝不战线我们一直看 看不到任何动静啊 我们看到这就是乌军这边那个逐步摘除他那些军事化设施啊 这个俄罗斯没有任何任何做动作可以这么讲啊 乌军乌军也不急啊 你看他他有有有一个详细的计划啊 所以我这边可能他他已经没有办法了啊 所以这个可以这么讲啊 这叫做不诈而屈人之求啊 啊这这难道不是天意吗 啊那日前那个当然那个乌军也宣布 正在已经建立一套这个地下军工厂的体系啊 对这个对俄罗斯这个啊 一个沉重的打击啊 8月也听说啊 这个网上网上这个来来去这个一些外媒的报道啊 也说到8月中旬的时候呢 啊当地居民那个看到一只黑熊啊 在克里米亚大桥你看他这个直接从克里米亚这个走走 快速的奔跑啊 一只黑熊突然间从克里米亚走到什么俄罗斯方向 就引起了个个人民出来拍照啊沸沸扬扬 啊这难道这个这真的是有点抑郁长寸 你没想到突然间 克里米亚大桥上面一只黑熊 就突然间从克里米亚就跑到俄罗斯内去 这象征什么难道不是象征这个俄罗斯夹着尾巴从克里米亚 逃跑吗 所以有点意思啊 另外一头的中国里面他也是炸啊 啊就是昨天啊这个传出消息啊 网上传出消息啊 中国大连飞北京航班坠毁啊 坠毁啊 有有消息称坠毁啊 然后这个很多分享了一些这个视频啊 这个这个拿这个出现各种状况啊 在中国官媒出来做了一个辟谣啊 我们看到中国官媒辟谣 国航CA89A89A89号航班 你看有点意思啊 在89564啊 8903啊 航班这个飞行当中出现紧急返航的情况 他说紧急返航有没有冒烟 不知道啊啊 这引起了广泛关注啊 据了解该他他返航返航是返航是怎么返航啊 不好说啊 反正他他说从这个大连州水子机场飞往北京首都机场 就就这么短的一个距离 他也出状况 飞行途中突然间挂出7700紧急代码啊 紧急代码啊 最终是有返航 他说有返航里面乘客是否安全啊 然后一个怎么善后处理 中国都没有啊 当时这个日本也有一些飞机有时候有状况啊 日本这些妥善处理 有多少人受伤 这些受伤的人怎么善后怎么赔偿 有一个相当公开流程啊 中国都没有 这个飞机啊 现在网上网民热议 究竟是不是中国的C919啊 所以很可能就是啊 很可能就是现在没有公布出来啊 这很可能是就是什么啊 你看是中国C919相当危险啊 相当危险啊 这事实证明啊 你看这个 现在都出现了这个非常异常的情况 就突然间返航 然后没有没有就没有交代乘客 乘客可能啊都都被要求签署这个保密协议啊 不能把这个情报啊 情况啊泄露出去啊 这个涉嫌辱华啊 涉嫌辱华的 你说他中国的飞机也那么明白 啥也那么明白啊 归根到底 中国的国力不断衰退啊 不断衰退 那个决策不断错误啊 昏招啊 连连步不错啊 那里面我们看到最新就不是中秋节 马上来了吗 没想到今年的中秋节是中国史上最 最惨淡啊 最惨淡的中秋节啊 中秋说这个所谓佳节相似的 没想到啊 中国茅台酒难言轻松啊 这个近日这个记者走访 北京一线城市多地的烟酒行 没想到都表示现在这个飞天茅台 销售情况相当不理想啊 价格这个不断暴跌啊 部分商户已经停止啊 要要货啊 这就不要了 卖不出去啊 飞天茅台价格总体处于下跌趋势 6月份以来 价格出现大幅度的下降啊 今日酒驾啊 这个这个统计数据表示呢 呃 这个飞天茅台价格一路走低啊 跌到2080一平啊 就今年的最低次跌到最低次 从之前差不多3000块跌到2000啊 马上就跌破2000这是什么 那跌掉三分之一 也就茅台的这个价钱已经跌掉三分之一 所以茅台股价必然会崩盘 那才是刚刚开始 但茅台由于它太多机构在里面出不来了 因为太贵 没有散户买 那抱团抱团那个在这里面 所以茅台的崩盘可能会产生一轮剧烈的这个这个 这个连锁效应包括基金的崩盘 因为他也跑不掉 没有买那1000多块钱也股在中国谁买 所以这个将会对基金 还有银行理财 产生虎一面性的打击 为什么反复说到茅台 因为茅台它的背后很多基金在里面 最后就产生什么 产生整个价值资产的崩塌 现在我们看到很搞笑的 反正这个呼吁 这个茅台总集团呼吁大家团结一心 不要低价销售 共同维护茅台的价格 我们应该这个你看到他的这种操作 就知道他根本就是瞎搞 他他不会搞 不会搞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今年 很多网上很多都说中秋月饼的行情 也是冷冷清清 很多都放假了 根本卖不出去 都是瞎搞 也就是什么 这个现在过节什么情人节卖不到花 就卖不出去花 中秋节卖不出去月饼 也什么什么暑期党卖不出去电影 如果我们看到中国整个消费需求 整个经济 那是全面崩塌 整个大危机 那就是刚刚开始 我们拭目以待 先说那么多 觉得不错 然后打开讲